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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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你們店裡 我看到好多非常可口的點心喔 包含有這個銅鑼燒啦 還有很多杯子蛋糕 以及波士頓派 各式各樣的餅乾手做的等等的 看起來每個都好想吃喔 謝謝 那據我所知 其實在你們店裡非常有名的 就是生銅鑼燒還有波士頓派 你們的生銅鑼燒 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對不對 因為主要是我們在經營上 也有三十幾年了 那在這個期間 一定要鹽花不同的產品 那主要是兒子 也有到日本去做進修 有攝取到國外的鹽霧料啦 技術方面 然後回來之後 就是很努力的去做鹽花這樣子 是 口味上也有不同的變化 茶味酥啦 還是有很多鹽的 還有紅豆就是有傳統紅豆 那紅豆的話 我們會再加一些鮮奶去做調理的 有卡斯達啦 還有修可啦 地瓜之類的 還有玉籽金石啊等等的 在生銅鑼燒的部分 是不是有用比較不一樣的 處理方式下去製作 主要它的餅皮的製作 一般的話在我們台灣的話 它可能就是會比較硬 那我們就是去做改良 用石斧類的技術方式去做調理 那是 老闆就是說像做Sofre那樣的一個 製作方式去做紅豆燒 它在製作的話是會用蛋白下去做打花的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綿密 對對對 這個口感算是也滿特殊的 據我所知其實老闆娘 你們的店到現在最近已經傳承到第三代了對不對 那三代的傳承有沒有在比如說 整個過程會不會有很多困難的關卡啦 或是在改革或創新上 會遇到什麼樣的不一樣的難題呢 三十幾年說實在 也是滿長的一個時間 那當然是第一代的 父親背的 他們就是以烘培為主 然後到第二代的話 怎麼當環境的改變 那當然也是做一個 剛好也是桃園有辦石大伴手禮 那我們參與也都是 也好多年都有得獎了 那我們就是改變為主 以伴手禮為主這樣子 然後第三代的話 他也是到國外去做信修 所以他主要以化式甜點為主著 對 現在目前他也是在桃園 有經營這個化式甜點店的 每一代都在陸續的進行轉型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對 而且發展的方向 其實都有點稍微不太一樣 是 所以我想其實像你們 從這一代開始 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一直到下一代 他開始轉型到這個法式甜點 其實都各有不同的特色 是 那今天非常謝謝老闆娘 謝謝 謝謝 拜拜